一位婚妻沈念慈是娱乐圈清纯女神 我是十八线男模 为了她的誓言 我甘愿做她背后的男人 可她为了和我对家吵 CP各种亲密戏 信手拈来 在订婚宴 她再一次抛向我 去找我对家 再次见面 心静引后挽住我的手 大方公布我们的婚讯 沈念慈疯了 她跪着说自己后悔了 不准我和其他人结婚 一念念 不要去行不行 我求你了 我指端发白 掐住沈念慈的手腕 用了很近 颤抖着双唇 急躁的眼眶都要红了 沈念慈只是低头 看着手机里的信息 我一眼就看到了 是谁发的 是周耻 我的对家 沈念慈的态度 谈不上多好 她现在急得跟热窝上的蚂蚁一样 陆云称对不起 周耻出事了 我必须过去一趟 她美得不可一世的水润双眸 染上了水汽 流露出对周耻不可掩饰的担心 我第一次对她发了怒 今天是我们的订婚礼 你飞去不可吗 我的语气多了几分凌然 和咄咄逼人 却换不来沈念慈的回心转意 她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 陆云称 我的事业重要还是订婚礼重要 周耻是我现在合作的CP 你知道我不出现 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吗 订婚礼 没了 下次补不就好了吗 她的口吻淡漠 似乎不把这场订婚礼放在心上 这可是我一手操办的订婚现场 我感觉自己 就像个自欺欺人的小丑 她说不想张扬 行 我就只宴请了熟悉的亲朋妻友 她说繁琐是太多 好 我自己跑断了腿 把所有的方案整理好 给她选择 如今 她却说 没了 可以补 那我的付出呢 她都视而不见吗 我沉默了 没有跟她大吵大闹 她的经济敲了敲门 看我眼神不太客气 她催促问道 沈念慈 究竟你走不走 沈念慈略带歉意地看了我一眼 重重地甩开了我的手 我挡在她的面前 将这几年 我们的过往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最后 我跟她说 沈念慈 订婚礼今天不办 以后就不要办了 沈念慈愤怒地甩了我一巴掌 她眼睛通红 用十分不理解的态度 骂我 不是答应了 和你结婚了吗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周池不过是一个合作对象 你至于再真到脾气吗 大不了补班的钱 全都我出 她说完 狠狠地刮了我一眼 争灵的目光 再次看到震动的手机 又恢复了焦急 她走了 她抛下了我 便由我面对亲朋其友怪异的目光 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难堪 作为男人的脸面 被她脚踩在地上 她以为我介意钱 我为她亲近所有 给她一场精心布置的订婚现场 只希望她明白 她在外面再苦再累 我都愿意做她背后的男人 照顾爱护她 但是 我确实介意周池 并不是 因为我吃醋 而是她 抢走了属于我的东西 我和周池 明明是同一时期出道的模特 模特大赛决赛当中 我取得了冠军 却被公司血藏了 那天 我沉浸在满心的喜悦 以为自己可以出人头地了 谁知道 资本操控的世界 是那么的可怕 周池攀上了节目的投资金主 让他们修改了比赛结果 让世人都误会 周池才是冠军 我是靠上位 才得来冠军的 我忘记不了 周池对我说的话 他说 真不好意思 你的努力 怎么都比不上我的实力 他的实力 不就是靠出卖色相吗 他并不知道 投资金主找过我 我拒绝了 我是靠自己得到了冠军 而最后失去冠军 正是金主想告诉我一个道理 这是资本操控的世界 我没有放弃 继续努力 可能是上天 不想我的才华被埋没 有公司要挖走我 甚至愿意 帮我赔付高额的违约金 就是那么重要的日子 沈念慈发生了车祸 生死未卜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 没什么比得上他 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因此我丢失了宝贵的机会 公司认为我是个不成大器的男人 沈念慈转为为安 我细心照顾了他 整整两个月 丢了很多工作的机会 他醒来后 却和周池签订了炒CP合约 我愤怒而伤心地问他 为什么是周池 你不知道周池和我是对家吗 他只是淡淡地说 陆云琛 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 我们那是合作关系 你就那么不盼着我好吗 我不跟他吵CP 我怎么有人气和热度 他说的有道理 可是为什么偏偏是他 他却说 不然是你吗 你以为我不想和你吗 你为什么明明得了冠军 哎 沈念慈的话戛然而止 在我暗淡的眸光里 他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他开始跟我道歉 对不起 云琛 我不是故意的 我和他是个取所需而已 我比他更明白 在娱乐圈混的艰难 在得到他再三保证 不会乱来后 我同意了他主管 我主内的安排 我将他遗落在桌上的钻戒 让同城跑腿寄讳给他 看着那闪烁的光芒 我敲下了鸡子 我们分手吧 钻戒还你了 然后 我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没过五分钟 他经纪人的电话 就打到我手机上 我本不想接听 转念一想 还是听吧 接通的那几秒 我其实幻想过 是沈念慈的道歉 可我还是太天真了 沈念慈的咒骂 劈头盖脑 朝我袭来 陆云琛 你闹脾气 也要有个度好吗 那些话 我就当你没说过 幸好这次周遲 没什么事情 不过我们的婚礼 需要迟点补办 我心感到一阵悲气 到现在为止 他嘴里念叨的 还是周遲 我真不怪他事业心重 可是为什么和周遲 只是CP 却过分地担心 脑海里猛地想起 那日他听见周遲出事后 那发白的脸 这是对CP能有的担心吗 担心到舍弃自己的订婚礼 我想明白了 我冷冷地回他 沈念慈 我说 我们分手吧 认真的 那端静了一瞬 然后我听见有男人的声音 不用想 都知道是周遲的声音 他在唤沈念慈 念念 来扶我上个厕所 哼 我冷笑 不等到沈念慈说话 我挂断了电话 周遲自从知道了 沈念慈是我的女朋友 他就经常作妖 不是在我们的纪念日 故意发那种寂寞空虚的微博 就是在大夜晚宿醉 被狗仔拍下 正在炒CP的两人 自然不能这样 为此 公司要求他们注意起 沈念慈提着行李箱走的时候 我气得一整天吃不下饭 他怎么安慰我的 他说 等他睡着了 我就回来哄你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刺耳 我才是正牌的男友 可是 我能怎么办 我爱沈念慈 我愿意为他牺牲 可是 搬到去周遲住所的当天晚上 他发的一条微博 引人遐想 配文 家的感觉 配图是烛光晚餐 那不经意露出的一只纤细白皙手指 正是沈念慈的手 手腕上还戴了和周遲同款的手腕 我忍不住给他发信息 得到的却是他无所谓的回复 云琛 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的工作吗 我是爱你的 仅凭一句我是爱你的 我傻傻的信了 我问他 你不是说好了 今晚会回来陪我吗 他过了很久才回复 不过 那句话 足以让我的心 跌入冰窖 他正在洗澡 属于他的手机 怎么会是周遲回复的 我气得拨通了电话 足足过了十几分钟 他才慢悠悠地回电 刚才阿尺说 我电话一直在响 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我啪的一下挂断了电话 跟他冷战了 他夜里给我发过几个消息 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 刚才阿尺借用我手机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陆云琛 你别给我耍小兴子了 你要搞砸我的工作吗 不回我信息 行 你最好是一直别理我 话说到最后 我感觉到尖锐地疼在翻管 他不知道的是 我满脑子都是他和别人 在一张床上的画面 这让我一整晚睡不好 连带着工作也出了失误 还要赔偿一大笔钱 这些 他都不知道 因为 当我在看到他的新闻 是他和周池亲力稳了的画面 我行尸走肉般 回到我们的家 那里寂静空档 当听到他开门的转动声 整个空间都散发出暖意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 忽略我满目的冷霜 他靠近我的怀里 撒娇式的抱怨 云琛 别生气了 我和周池 真的是合作关系 我推了推 想把他推开 他却粘得我很紧 衣服在我的身上 深锈我的气息 云琛 我真的很累 你可以理解我吗 不然 我们就结婚吧 这样 你总能相信我了吧 我捧起他的脸 明艳动人的脸 恢复了柔色 眼底也是恳求和疲态 他像回到了 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 明明明自己打了三份工 都要累晕倒了 却还是强撑着精神 给我送上第一句的生日祝福 和作为生日礼物的定制西装 他说 陆云琛 生日快乐 希望我的余生 都有你的陪伴 想起了过往 他钻入我怀里的柔区 我舍不得放开 我问他 你还记得你的初心吗 他皱了皱眉 从怀里掏出一枚戒指 傻瓜 我早就做好准备 嫁给你了 没想到他亲自准备了戒指 那是我本来想要买给他的 说不出什么心情 复杂的心绪 和对他的疼惜 战胜了所有理智 对啊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周池怎么可能战胜我们的爱 可是 我太天真了 他 确确实实 在订婚礼上 丢下了最重要的婚件 自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我每天勤勤恳恳地营业 也收获了不少粉丝 某一天 一家名声不大的公司找到了我 说要谈合作 我哪有经纪人 便自己前往赴约 我如约来到了静谧的咖啡厅 我看到女人的动作高贵优雅 仅靠一个背影 让我感觉到 她天生的不凡 等到她把脸转过来 我大脑一阵跌宽 好久不见 陆选手 她的声音清冷悦耳 微笑的弧度 却没有给人压迫感 居然是江静谈 我选秀时 当过我两期的导师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退出了节目 也隐退了娱乐圈 我没忘记 当初她对我的帮助 煤烧也染上了喜悦 江老师 你回国了 谈音工作室 是你创办的 她轻轻点头 温和的眉眼里 浸出丝丝的火光 陆选手 你的事迹我多少听说过 你还有三年前的那股劲吗 什么 他居然有关注我 他见我吓到的模样 温声地向我徐徐道来 陆选手 从三年前 我就看好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一起创造奇迹 说实话 如果换别的人来和我说 我会觉得痴人说梦话 可是 江静谭的名气 无人不知 她从三年前 就已经是 身批最佳女主角名号的人 她没必要跟我开玩笑 正当我们聊得畅快 我放在台面的手机 又疯狂震动 我对江静谭 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转身去接电话 刺耳的声音 便传了过来 是沈念词 陆云称 你不是一向很懂事吗 我不过适合周池 吵吵CP 你至于一直拉黑 我不听我电话吗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和江静谭的合作 没有心思 去应付沈念词 那你就当我不懂事吧 再见 说着 我就想挂电话 沈念词的语气 莫名弱了几分 他喊住了我 别 别挂 其实是周池 还需要我照顾 等过两天 他伤势好了 我就回去 他是不是不把我 当一回事 又或者 他想表达自己 为工作牺牲巨大 二十二我不在意 也不想理解他 我们分手了 你愿意照顾谁 就照顾谁 不管我事 也许是我的冷漠 刺激到他 他口不择言 周池果然说的对 你就是一个 只会阻挡我事业发展 根本不懂得 体谅我的男人 虽然我不在意他了 但是他这句话 污蔑到我了 我不体谅他 我能容忍他 为了吵CP 和别的男人 住在一个公寓 甚至 他们亲吻赵都出来了 他一句只是戒尾 我也原谅他了 我看起来 是什么很贱的男人吗 我的语气平静 说出的话 却是尖锐直戳心窝 究竟是不是假戏真做 你自己最清楚 张嘴闭嘴都是周池 我看你们 真在一起就好了 他的声音拔尖 气急败坏地怒骂 陆云琛 你别太过分 你给我道歉 我深呼吸一口气 其人之声 还其人之道 就允许你主观一响 不允许我揣测 我没错 我不道歉 我挂断了电话 脸上的韵色还没落下 江静谭就出现在我的身后 他大大方方地跟我道歉 我不是故意听你说话 只是你的声音太大了 我怕别人听见 就让人先清场 清场 我彻底见到了资本的力量 签完了合约 我感叹 江静谭 怎么不派个经纪人后台 他却笑着说 我们比较熟 这话怎么听着在聊我 我自认为相貌身材不差 但是又怕自己误错意思 还是腼腆地扯了一句别的 就想跟他挥手告别 谁知道他跟我说 刚回国也没什么朋友 不如你带我去转转吧 怪不得别人都说 攀上富婆少走几十年的弯梦 当我坐在马沙拉地的主驾驶位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江静谭虽然比我大几岁 可是我发现 他的心思很单纯 当我带他去吃 藏在身巷子里的小吃 他没有嫌弃 反而大赞我是个会吃的吃货 还有 我只是带他到山顶看夜景 他丝毫没有受冷风吹的不耐烦 还跟我说 夜景真棒 我感觉 我跟他的关系 不太像导师与学生 也不像是上级下属的拘谨 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轻松 送他回家后 他转身要按电梯上楼 我就这么看着他上去 才自己打车离开 殊不知 这一晚上短短的相处 发生了爆炸的裂变 各大头条都爆了 入目都是 让人羞耻的火爆标题 江静谭刚回国密会小生 山顶激战 据知情人爆料 两人在密切接触中 我连忙给江静谭拨去电话 他居然淡定地回复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人气和热度 到时候我们澄清是同一公司的合作关系 不就行了 他说的有道理 可是 沈念慈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的新住所 他把我的门拍得霹里啪啦作响 陆云琛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给我出来 你这个负心汉 我皱了皱眉 还是把门打开了 这个小区的隔音不是很好 在更多人看到他之前 我还是把他扯进了我的公寓 我没请他进去坐 两人就站在门口对峙 他拿出手机 手指指着上面的画面 是我和江静谭 在山顶被人拍下的模糊照片 有一说一 拍得是不错 我身高腿长 江静谭也温婉动人 许是我注意里 都被图片夺去 沈念慈的声音带着急促 他嚷嚷着 你给我解释 这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一下子就认出了我 至于解释 我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们分手了 我提醒他 他却不管不顾 上前来抱住我的腰 不 一定是你为了气我 才这样做的 对吧 他哪里来那么大的脸 值得我利用江静谭 我没把话说出来 因为太难听 我希望我们能体面地分手 怀中有手机在震动 他慌乱地拿出来 当着我面 又一次接听了电话 他面露蓝色 好似在我和他当中 犹豫不决 我掰开他的手指 嘴角扯着一抹无度 你还是回去好好照顾周时吧 他才是你的CP 而我是你无关紧要的人 他紧张地要来缠我 眼神里满是痛色 不是这样的 云琛 你才是我心底最重要的人 我一下子推开了他 剖析般一一叙述 不是这样 那是哪样 手你们没有签吗 连你们没有亲吗 你总是说错位 工作需要 那我亲眼所见 也是吗 不要狡辩了 他脸色一秒变得煞白 指甲深深地陷入我的皮肉 你看到了 那你还装作若无其事 什么都不问不说 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耍 我正是他 袒露我的心声 沈念慈 那是因为我爱你 相信你 所以我不问 可是你呢 滥用我对你的信任 是不是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你们早就亲过上万次 沈念慈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 他骂我 你混蛋 真的不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那次是意外 为什么你不问我 我可以解释给你听的 我欺而不舍地逼问他 你分得清吗 究竟是合作关系变了尾 还是你对我根本就不在乎 他抓住我的衣袖 渐渐地放开了 我以为他会放弃 他只是眼神萎靡了半分 像安慰自己般 安慰我 我们补帮婚礼吧 这次交给我 我给你一个满意的婚礼 好不好 他的指端 骤然抓紧我的手腕 力道加深 我想 他是在乎我的 不然他不会这样的姿态 可是 我不再如他所愿 我任由他抓住我的手腕 我只是冷冷地说 你在乎过我的付出吗 你又知道 订婚礼我花费了多少心血吗 你以为是钱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为什么你从来没想过 是你的问题 在事业和订婚礼当中 你选择了事业 在周迟和我当中 你选择了周迟 这一次 我也想为自己而活 沈念慈 我不要你了 我的话一出 沈念慈崩溃的大喊大叫 他哭着捶我 混蛋 你把我们过去的那几年 当成什么 我和周迟吵CP 不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 能更好吗 我不急不躁地反驳他 没有了我 你就不吵了吗 你不也一样会 为什么你总是跟我说 是为了我 为了我们的未来 他说不出话 只是默默地哭 对不起 是我太自私了 你不要离开我 我们结婚好不好 他使劲来蹭我 用眼泪来感化我 可惜 我不是曾经的我 我再也不会心软了 我推开了大门 把他推了出去 不好 请你离开 我啪的一下关了门 屋外时不时传来哭声 但过了一会 声音消散了 难以言喻的感觉 充斥在心头 似有什么从心里割裂 我知道 我和他再也没有可能 门口传来敲门声 我猝眉 还是打开了门 正要说 你烦不烦 话卡在喉咙 咽了下去 江静谭就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晃了晃手中的外卖 不请自来地 闯入了我的世界 我慌乱的手指 拍摄完的散乱衣物 直到他手指 转动着某条裤子 我不好意思地 拽着塞回角落 抬头 就看到他揶揄的低小 挠了挠头 给自己辩解 我平时不这样 刚好帮个商家拍照片 他极其敷衍地 笨问两声 白皙的手指 已经打开了外卖盒子 快来吃吧 明天你就要参加节目了 到时候 可没有那么好的伙食 可以吃了 我的注意力 瞬间转移到节目上面 边吃 他边给我介绍 这次的节目 是全球直播的 偶像练习生节目 听到全球 我露出了些许的胆怯 他的眉眼眼力 又带着鼓闭 我相信你可以的 我给你安排了助理和营养师 还有特训的老师 你只要用心 就没问题 我撑着下巴 有些感动 我知道 他和我是合作关系 可他坚毅的目光 还是鼓舞了我 他让我觉得 一个男人 应该为自己的梦想活 我垂下头 默默地吃着他买来的炸鸡 只觉得有些幸福 就连和我在一起的审念词 都不知道 我喜欢吃炸鸡 这时 江静谭悠悠地吐出几个字 相信我 也相信你自己 一定可以狠狠打所有人的脸 他一由所指 好像对于我发生的一切 了如指掌 我没问他 收拾好东西和心情 等待着踏上新的冒险 在节目的化妆间 江静谭派来的化妆师 很快就替我整理好妆容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焕然一新的面孔 让我一阵恍惚 如果没有身后的苍蝇 我想我更高兴 周池一大堆人跟在身后 他一眼就看到了我 口气却尖酸刻薄 老板说 你攀上有钱人解约了 现在还参加节目 看来是真的 他丝毫不介意流言蜚语的力量 就造谣我 然而 我不想让人玷污了江静谭的名声 现在工作室对外是没有公开 江静谭是幕后老板 上次的照片也只是短暂的出现过 就被处理 很多人很好奇我的身份 营销后故意放出我的 就是为了节目造势 这些套路大都如此 我便任由工作室操作了 我看了眼四周围八卦的眼神 我回了句当年他说过的话 当年我冠军变成你冠军 你也说过的 靠实力取胜 我今天奉还给你 娱乐圈的人都是人精 这么一说 大家都清楚了 于是 对周池的目光 也染上了点点嘲讽 而作为周池的CP 沈念慈在看到我时 居然也不顾别人的目光 他高兴地扑到我的身后 云琛 没想到你也来了 沈念慈凑到我的耳边 自顾自地幻想 你嘴上说和我分手 其实还是想抢回我 是不 我嘴角一抽 吃笑 沈念慈 脑子是个好东西 可惜你没有 明明是辱骂他的话 他笑得一脸甜蜜 我就知道 你不会和我分手的 那我们很好吧 我一把站起了身 他靠在椅子上的手 被猛地推开 周池看到了 来揽住他的腰身 他袖眉微醋 还是没有推开 他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以为我会生气 吃醋大怒 我都没有 他急匆匆地追上我离开的脚步 甚至不惜追到厕所 他扯住我的衣袖 低声问 陆云琛 欲情故纵的把戏 你要玩多久 我说了 我会补办婚礼的 你再丢点时间 我善笑 正要推开他 隔壁女厕所 出来一个人 他静止 走到我身边 挽住了我的手臂 姿态亲密 这位小姐 请你不要缠着我的男朋友 姜静谈的话音一出 沈念慈不可置信地愣住了 他大喊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看得上他 姜静谈的眸光冷冷地射向 他沈念慈 他没有半点温和 你不珍惜的人 自然有人珍惜 说吧 他挽着我的手臂 往他的休息室里去 我没有往后看 只觉得另一端的手臂很沉重 是沈念慈饱含泪水的谋 充满柔色和巨异 云琛 别走 你们是做戏的 对吗 说实话 我不想在这停留了 我是来参加比赛 追逐自己的梦想的 他一次次不死心 听不懂人话 我真的很烦 迎上了沈念慈的目光 我摇了摇头 不是 我喜欢他 沈念慈先是震了一下 他爆发出大笑 转身离去时 他还甩下怒言 好啊 你别后悔 后悔 我怎么会后悔 我已经明白了 他不值得 等回到休息室 我推开了配合演戏的江静谈 我低着头对他说 谢谢你的帮助 谁知道 江静谈点七脚 就吻上了我的唇 我待在原地 想拒绝 却被他的柔软身躯 紧紧抱住 不要拒绝我 我喜欢你 他的嗓音沙哑娇柔 眸光里沁水雾 江静谈眼里的认真 是骗不了人的 我自问自己不够格 我委婉拒绝 江静谈 我配不上你 他将头埋进我怀里 微红的耳骨 让我觉得心头一动 那 我们 顶峰相见 等到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来敲门 我们默契地松开了彼此 但是那个心悸的瞬间 一直在我们彼此的脑海里 久久不消散 节目上 我一首歌曲 获得了无数观众 和几个评委的喜爱 我一跃成了三十名 成功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 而周迟也晋级了 不过是四十五 这次没有资本的干预 真的全凭实力了 比赛难度加大 不只是唱歌 还要跳舞 我跟着老师 开始没日没夜的特训 身上的衣服 湿透了一次又一次 沈念慈偷偷给我送过几次餐食 我视而不见 通通喂给了流浪猫狗 又一次来送吃的 我大汗淋漓 从练舞室出来 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她拦在我前面 在没有摄像头的地方 对我说着情话 云辰 回到我身边吧 江静谈那样的女人 能对你用真心 我本不想纠缠 可是 我听不得她这样说 江静谈 因为 她根本不知道江静谈 对我多好 她当年家人在国外出了事故 她只好撇下了国内的视野 去照顾家人 等到稳定了 她通过自己的人脉 查到了我的处境 还对我伸出援手 期间 她也没有对我提出过 有什么过分的要求 我能做的事 做到最好 回报她 至于感情 就随缘 这不是你该担心的 你该担心 你的CP是不是要跑了 我多说一句都嫌累 就这么一句话 把沈念词打发了 我看到了热搜上的新闻 传言周池夜会娱乐圈某个大佬 男的 两人勾肩搭背不止 疑似还被拍到不雅的照片 又是不拉窗脸惹的祸 于是 很多颗CP的粉丝绷不住了 一部分脱粉 另一部分还回踩了 应该也是因为这样 沈念词再也没有来找我了 我还是潜心的苦练 又一次比赛 我闯进了石墙 就在这时 我爆发出了宠闻 而久未露面的江靖谭 刚拍完一部戏 被众多狗仔对脸拍 亮光灯闪着她的脸 她一眼不眨地回应 没错 陆云琛是我旗下的艺人 不过比赛没有任何黑幕 欢迎各位狗仔队来查 她坦荡的姿态 赢得了众人的拥护 更多人跑去考古我的过往 因此 还发现了我以往模特比赛的黑幕 这样的安排 不由得让人想到 都是江靖谭的手笔 而这个女人 却在遮掩密实的窗帘后 紧紧抱着我 她并不避讳 甚至直言 我就是见不得别人欺负你 被女人保护 我没有感觉到羞耻 莫名地生出一丝 被人偏爱的触动 谢谢你 等我拿到冠军 我循着她的唇 吻了上去 她惊喜地睁大双眼 亮晶晶的毛子 像那小女孩 心照不宣的我们 点到极致 都在细心呵护这段感情 在我们各自忙碌的时间里 电话成为了我们舒缓想念的工具 冠军争夺赛 我得了冠军 而周驰因为身陷黑料 被踢出了比赛 我跑着回去休息室 想要拿手机第一时间跟江靖谭 分享喜悦的心情 发现打开门 却发现沈念慈拿着我的手机 挣一脸愤怒 我上前去抢 她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你出轨了 你不爱我了 你跟江靖谭 是认真的 她心死一般 看着上面 我和江靖谭的聊天记录 我只觉得 她恶心到让我厌烦 她怎么可以进我的休息室 拿我的手机看我的隐私 没法平心静气 我骂她 沈念慈 请你滚出我的世界 她哭得梨花带雨 曾经的联系 只剩嫌弃 我拿起手机 正要往外走 她却死死抱住我的腰身 云琛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没任何的耐心 尤其 江靖谭就这么拧开门吧 看着我 她伤心的神色 一如我当年 我不愿意 她伤心难过 我掰开了沈念慈的手指 我上前搂住江靖谭 我们是认真的 她是我的女朋友 而你 一个合格的前任 应该像死了一样 我的话有点重 沈念慈却扯着我的衣袖 不停地道歉 云琛 我做错了什么 你让我该好不好 你别离开我 江靖谭是有点子腹黑在身上 她阴阳怪气地说道 不被爱的 才是三 我不想再听她哭哭啼啼 我懒着江靖谭 就离开了 我认命地被江靖谭拧耳朵 却被她黑暗里发红的脸蛋 深深吸引 我忍耐不住 将早就藏好的钻戒 套进了她的无名指 江小姐 我的名分 由你来安排 多久都等 她笑得很甜 回稳了我 却不说答应 我也无所谓 之后的日常 除了江靖谭 工作就没了 我装扮低调 去剧组探班 没有工作的时候 就陪着她对戏 给她按摩 讲笑话 哄入睡 渐渐的 居然有人开始 磕我和江靖谭的CP 拍下我们各种甜蜜的照片 按搓搓地磕 看到那句 真情侣就是好客的评论 江靖谭手滑点赞了 她气冲冲地懊恼 啊呀 你的转正期提前了 我亲了亲她鼓起的腮帮子 哄她 江小姐 转不转正 你都可以无限努力我 这时 她才满意地沉沉睡去 而我 就趁着她睡着 沉浸式创造新歌 关于我们的点点滴滴 在我新歌发布当天 她也再次荣登最佳女主角 继三年前再次获得的奖项 当着颁奖典礼的直播现场 她笑得甜美 大方地公布我们的喜讯 再次感谢我的未婚夫 陆云琛 从今往后 她不是我的男朋友 是我携手相伴余生的另一半 我们在台下食指向扣 无惧灯光和流言蜚语 我们挽着手回到后台的休息室 沈念慈突然冲了出来 她静止朝我跪下 不顾任何颜面 泪如雨下 云琛 我后悔了 我们补帮婚礼好不好 你不要和她组CP 我们组好不好 我声音充满着疲惫和无奈 看着这个曾经爱过的女人 再看看身旁的未婚妻 我不可能在手下留情 我开始打电话 找人来拖她出去 拒绝交谈的态度 让沈念慈觉得 没有任何希望 她突然从怀里掏出刀子 发疯地刺向江靖坛 我挡在江靖坛的前面 刀尖还是刺向了我的腰缝 江靖坛慌乱地打击就变化 而沈念慈只是抱住我的身子 喃喃自语 云琛 你回答我了 这辈子你只能娶我 好不好 捂住肚子的腰腹 一片湿如的鲜红 我唇色苍白 我宁愿死 也不能娶她 打完电话的江靖坛 恢复了点冷静 她爆发出很大的力道 狠甩了沈念慈一巴掌 骂道 云琛有什么事情 你就给我去坐牢 毒妇 屋外有人进来 沈念慈却不肯放开我 她挥动的刀子 很吓人 江靖坛看准时机 一个飞旋腿 踢飞了她手中的刀 她踩着沈念慈的手腕 厌恶说道 就凭你这一点 云琛死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我朝江靖坛眨眨眼 嘴巴如洞 老婆 你真帅 江靖坛将沈念慈交给了保安 陪着我一起去了医院 我的伤不算什么大问题 需要静养 在此期间 江靖坛风雷例行的 把沈念慈送进了监狱 还把周池的犯罪记录也怒甩出来 一时间 娱乐圈动荡了 警察也立刻控制了两人 对他们进行盘问 发现周池哄骗多名未成年人 发生性关系 而沈念慈因为故意伤人 也要遭受牢狱之灾 因此 他们两个 谁也逃不掉 而我 终于可以安心地休息了 江靖坛问我 你会不会怪我赶尽杀绝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我摇了摇头 和他相依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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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